你沒有告訴大家的事 這等同是以火廢核 那另外的大潭9號呢 大潭9號會明年上來 明年的什麼時候 明年的上半年會上來 6月以前 對 我希望這個在今年夏天要出來的 能源供需報告裡面 可以誠實地呈現 不要說7月初一個報告 9月沒有辦法上機 都還放上來 真的是有點誇張 你沒有告訴大家的是 台灣為什麼不缺電 不是因為再生能源 是因為火力全開 台灣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地方 全世界發展再生能源 是為了減碳 但是我們看到 我們的電力排碳系數 既然也沒有下降 5月中大停電以前的波動 很明顯 小於5月中大停電以後的波動 這有點不切實際 我當時候就懷疑這個數字造假 部長堅持沒有造假 我就相信了 結果今年初 我再看了一下 我們的備轉容量率 非常有趣 1月中 1月中備轉容量率將近50% 這太不可思議了吧 有人這樣在發電 在做電力規劃的嗎 我馬上問台電可不可以給我詳細的數字 台電來跟我說 委員不好意思 我們欄位放錯了 欄位抓錯了 實際的數字 降壓1% 降壓0.5% 我不會要求 因為那是物理現象 那是一些正常的條件 3%就是缺電 降壓3%的時候 誰下台 應該這樣講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嗎 要嘛你就回答說 我不下台 要嘛你就回答說 我下台 第一 讓你來吧 你的